大家好,今天在莫斯科红场,举此方面举行了胜利日阅兵 这个胜利日兵有机会,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阅兵现场的视频 不给大家播放了 普京在阅兵之前会见了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代表 普京还发表了讲话 潘尼祥也参加了欧亚经济联盟会议 普京在欧亚经济联盟会议上表示 十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GDP总量从1.6万亿美元增至2.5万亿美元 欧亚经济联盟助力保障了整个欧亚地区经济稳定发展 欧亚经济联盟90%以上的支付以本国货币进行 欧亚经济联盟已经成为新兴多极世界的中心之一 普京接着说 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任务除了建立单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外 还体现了平等、相互尊重等基本原则 十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万亿美元 相互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 我们将考虑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并在各领域深化的新决策 由于消除了许多贸易和行政壁垒 确保了更大的货物流动、自由流动 在促进产业合作、进口替代和技术主权方面 正在开展大量工作 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了参与国粮食的安全 数字化成为欧亚经济联盟议程的主要方向之一 欧亚经济联盟优惠外贸伙伴不断扩大 包括与中国、塞尔维亚、伊朗、越南相关协定已经正式生效 普京的讲话 帕尼西洋今天也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 在欧亚经济联盟会议上 帕尼西洋也表示 欧亚经济联盟的监管框架仍在形成 但这一进程远未完成 形成过程明显延迟在共同能源市场中 这一过程不可能无限期的持续下去 卢卡申科 白洛斯总统卢卡申科也在参会时发表简化 欧亚经济联盟的前十年非常成功 我们已经进入实施2025战略的最后阶段 各国领导人会迅速做出对抗制裁的决定 但这些决定并不总是能够迅速得到知情 我注意到欧亚经济联盟国家 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运输服务物流方面协作工作 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正试图将我们与先进技术隔离 并阻碍我们发展 欧亚经济联盟的与非洲大陆的对话很少受到关注 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厌倦了各自主要国家的殖民主义 俄罗斯联邦加强欧亚经济联盟伙伴关系的努力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会议结束以后 普京还与帕尼西洋亚米亚相关领导人举行了单边会议 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联邦和亚米亚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 但领导人有讨论相关问题的政治意愿 普京今天将在莫斯科红场检阅 并参加胜利日阅兵 在主席台旁边与他共同出席的包括 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哈萨克斯坦、贵宾、吉尔基斯、塔吉克斯坦、土湖曼斯坦、乌兹比克斯坦、古巴老挝的领导人 还有几内亚比哨领导人 下午普京将与古巴老挝、几内亚比哨的领导、包括总统举行单方面会见 这是莫斯科的情况 那么俄罗斯方面进行战术后期战备执勤以后 北约在黑海方向的行动有所减少 对克里米亚大桥攻击 现在看来北约方面担心俄罗斯进行核反击 所以对克里米亚大桥、对克里米亚的空袭 北约方面现在实际是保持了克制 胜利阅兵在太空战、在国际空间战、俄罗斯宇航员高举胜利旗帜 这个旗帜在俄乌战场也出现过 最搞笑的是美国的马斯克的 还有美国硅谷的这些科技巨头发射的所有的货运飞船 最后都要和俄罗斯的太空战进行接轨 并给俄罗斯宇航员提供燃料补给和物资 就是美国现在发射的马斯克的所有的 给太空战运送的补给 其实是给这三名俄罗斯宇航员的 而三名俄罗斯宇航员首举胜利旗帜 大家知道这个宇航空间站 里面空间其实位置非常小的 那么这三个人排成一排在里面展示这面旗帜 胜利旗帜 而美国还有西方的宇航员只能在对面 只能在对面默不作声看着 在地球上俄罗斯和西方和美国正在乌克兰厮杀 这就是我说的非常吊诡的事情 国内吹美国的航空 美国的马斯克拥有无限的技术 但这些技术其实最后是为这三个俄罗斯宇航员服务的 因为这个空间站只有俄罗斯有 美国是借俄罗斯它的空间站 在为自己的人员在太空驻扎 说白了美国包括马斯克的所有的技术 都是在给俄罗斯提供服务 外包 最主要是给这三名俄罗斯宇航员提供 在太空生活 长期生活停留的这个能量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还不具备俄罗斯和中国太空站的能力 这变旗帜呢 今天也在白这个德国啊 白这个 柏林的 首都啊 柏林的柏兰登堡门 打在这个柏兰登堡门 这个城墙上面 现在看呢 整个的 近年二战胜利啊 欧洲相对低调 因为这个反纳粹和现在俄罗斯提出的这个特别军型目标是一致的 纳粹呢 实际上在欧洲 特别是在像荷兰啊 像法国像有一些国家正在扩散 意大利也是啊 意大利前段时间这个纳粹还行纳粹礼 这都是啊 这个实际上的右翼抬头 而俄罗斯呢 特别军行动主要目标就是要反对纳粹 打击纳粹政权 去军化 所以现在西方呢 是非常矛盾的啊 咱们再来看现在俄乌战场的一个情况 俄军呢 今天呢 在 库布扬斯科方向啊 哈尔科方向 俄军呢 今天已经宣布啊 俄军呢 是 成功的攻占了 科特利亚里夫卡 已经解放了 科特利亚 另外呢 在恰索雅尔方向啊 俄军现在在恰索雅尔南部地区的行动啊 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已经进入到恰索雅尔的这个郊区 那么恰索雅尔呢 主要的作战呢 还是和在恰索雅尔方向的乌军啊 还有一些这个法国外籍军团来作战 所以恰索雅尔方向的这个战斗 很快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而哈尔科夫 库布扬斯科方向的这个战斗 从俄军控制这个 基斯利夫卡和 科特利亚里夫卡 这个情况来看呢 俄军在 奥斯基尔河的行动 很快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哈尔科夫前线的战报呢 俄国防部今天公布的最新的情况 截至莫斯科之间 2024年的5月8日 针对基辅企图破坏俄罗斯能源设施 上午俄武装部队发起了一次特别精致打击 高精度导弹打击了 包括匕首高传手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军工联合体 目标全部被摧毁 此次袭击导致乌军 军工生产产品 即将西方武器军事装备转移到战斗基础线的能力大大减弱 经过积极的行动 西部集团军彻底的解放了哈尔科夫的基斯洛夫卡村 国民警卫队第31突击旅 两次反击 在格里格洛夫卡和斯特尔马护夫卡方向的进攻被击退 乌军损失55人 两门第30人的炮 南部集团军攻占了 有力的阵地对乌军9月2、28、93计划旅 56摩托发步兵旅 第4国民警卫队第104、106旅 在顿尼斯克的斯波尔诺 安德利耶夫卡、库九莫夫卡、明科夫卡 乌军的第20路防旅 进攻被击退 损失达到355人 一辆坦克两辆汽车 另外摧毁了一门美国的M77榴弹炮 一门波兰的限时支援火炮 一门第30还有一个电子战被摧毁 中部集团军解放了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 诺沃·卡利诺沃 并将乌军第132、68轻骑兵旅 击退 在列宁斯克耶乌曼斯克方向 乌军24、47、100、59、25、142、78 11次进攻被击退 这几个旅一直在这个方向 和俄军在激战 乌军在过去24小时损失达到415人 一辆德制豹士坦克 两辆专业车 5辆汽车 两门第三列轮炮和一门12毫米的格沃Z卡 这个火炮被摧毁 中部集团军击退了乌军第72、92旅、123路防旅 在乌罗扎涅旧马越尔斯克方向两次反击 乌军损失170人 一辆坦克三辆不战车 其中包括一辆美制的M113装甲运兵车 三辆汽车 一门美制的M198榴弹炮 一门阿卡提亚自行火炮 蒂约伯集团军对乌军65 国民警队第15旅 海军入战队35旅 还有121旅集中打击 在拉伯地诺、维尔博、扎布洛地区的 伊万诺夫卡、特亚金卡 乌军损失55人 三辆汽车一门阿卡提亚自行火炮 另外呢 还有一门1222的第30流炮 过去24小时呢 俄军导弹摧毁了乌军第101 防御旅的无人机生产中心戴尤库 乌克兰方面呢 一枚陆军战术导弹被击落 三枚法国的制导炸弹被拦截 还有11架乌克兰无人机被摧毁 这今天呢 俄罗斯方面的情况 红场阅兵呢 很快就要开始 我呢会持续关注 红场阅兵结束以后呢 俄罗斯很快将宣布 俄罗斯的新的内阁成员名单 我呢会及时给大家汇报 后期有更多消息 会第一次给大家分享 我呢会怎样